在大家的掌聲中 顏春先生撐著拐杖走到台前 這一段路可不容易 用力撐起 就是希望能夠重新再站起來 那一年顏春先生才剛拿到 大學任教的聘書 卻不料因為蜂窩性組織炎 清洗到脊椎神經 導致下半身癱瘓 雖然病情控制住 但還需要後續的治療 此季特地為他募款 送他回日本開刀 在台灣 日本人要回到日本 要回到日本 說到時 最初我已經被禁止了 被禁止了 這趟回日本就醫並不順遂 由於離開日本十多年 失去健保資格 日本慈激志工四處奔波 伴你恢復手續 也為他找到合適的醫院 進行長期的復健 更是一路陪伴著他 八十多歲的老母親 每天都會遇到他 每天都會遇到他 心中的感覺 那是台灣 日本要回到日本 就說了 嚴春先生也很爭氣 兩年來認真做復健 今年已經能夠出門 參加星春祈福會活動 這趟路也不再需要人參謀 他有信心 能夠做到這個承諾 我早就趕快 我早就趕快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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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欣賞珍美之工 日本做合法道 再看這一幅